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咱们正好要说说今天的这个题目 但是这个威威你来了 我真不知道对人张亮颖是福是祸 不是我们对他本身是有同情 然后希望能够保护到他的 我们对他的心态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聊更多的不是在聊 那我问为什么你本能的想要保护他 你不觉得妈妈很可怜吗 说实话妈妈可怜也有点自己主动作的成分 可是张亮颖完全是被害者 你觉得是被害者 无论这个事情最后走向是什么 无论最后大众定论说冯科是个渣男 这对张亮颖也没什么好处啊 然后最后大众如果定论说 他妈很糟糕 那也是他亲妈呀 所以张亮颖他在这个这个事件里面 无论如何他都是输家 所以不是很值得同情吗 曹老师呢 您是有做母亲的经验的 这事给你什么刺激吗 给我刺激太大了 我觉得这不是光是眼下的事情 而是历史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问题 不然咱们就没有孔雀东南飞了 哎呦你还希望他自挂东南枝啊 不是他的问题 就是父母要干预 对 父母干预就拆散了 拆散这个鸳鸯 一对鸳鸯 最后是好是坏 那就得父母不承受了 他的一生走到比较厚半段了 而孩子刚刚开始我觉得父母还是干预的过多不好 可是呢也有些例子证明父母好像确实知道的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妈妈还是做过了点 你看你们俩共同的都是他妈妈做过了 是吧 但是我看网上也有人写文章 我接着发现这个群众审判啊 很有意思 就是说 聚焦在 就是说我早就看出某男 他是个渣男 把人家妈妈的什么股份就给弄没了 其实这些东西没有法院的调查 也都不能这么坐实了 是 但是他妈妈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做母亲的啊 如果我孩子带回来什么样的对象 我不满意 我肯定会说 这毫无疑问 但是呢你最终你得服从孩子 他的选择 哎呦那您这是今天比较开明的父母 我就是一杯苦药 我不喜欢 我也得学着喜欢 因为你拆散了 你得考虑 你猜 尤其是女孩子 女孩子的这个婚龄育龄就这么短 不像男孩子四十还可以再找怎么样 再找年轻的女孩子过了一定年龄 我以前看过金锁记张爱玲的 妈妈就是一再的破坏女孩 最后没嫁出去 现实生活当中也很多 你看张爱玲 她写的那个 她跟她妈妈的关系 你甚至可能会误以为 这个母女之间是不是一种恨在里头 就像那个微微讲 你们时髦讲什么 这里边说 你说这里边有暗黑的东西 对我刚才在底下跟那个杜老师聊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没有挺暗黑的东西 就是父母更倾向于让儿女去寻找一个风险较低的伴侣 为什么呢 因为越是稳定的伴侣 那么给这个女孩带来的生活越稳定 她会向原生家庭去索取的可能性就越低 为什么冯科是风险较高的伴侣 很简单 就是说张亮颖是爱她 她但是从物质 名声各方面的条件匹配上来说 冯科并不适合张亮颖 也就是说冯科对于张亮颖 原生家庭的贡献会低很多 所以就算冯科跟张亮颖 为什么低很多呢 她自己的办公司自己把张亮颖的事业一直往上催股 可是张亮颖更爱逢科就会疏远她的原生家庭 你要知道是这样的 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人在夹缝中 他跟我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结婚了 假设 那我跟我现在的两个人新组建的小家庭 和我的原生家庭之间 我是要处理两边的关系的嘛 那我跟小家庭的关系越密切 我会向原生家庭去寻求温暖的可能性就越 照你这意思 你原来也讲过了 那你离婚了之后 你父母开心了 我父母倒说不上是开心了 但他们也觉得离得蛮好的 在早一点的时候 这个离婚是很重的事情 我们家没有人离过婚 你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记得有八十年代 有一位想离婚 家里人就坚决不同意 有一位老先生当时就跟他父母说 还是这个故事怎么回事不清楚 最后引用别人的一句话叫做 婚姻就是鞋子和脚的关系 脚趾头露出来了 这鞋就该换了 就是你顾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观念 其实中国这个社会 是个多光谱的社会 一头极开明 甚至到淫乱 但是另一头你发现 一百年前的观念仍然在有 你比如甚至于到后来说 离过婚的 这好像也有些人觉得 这面子上不太好看 有小孩的等等 都是一个 就不同人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不可能说亮影的坏话 你知道吗 因为我 他们提醒我 我才发现 他上过我们枪枪三人行 我可以给你看一段 就是要说这个节目 做的年头长了 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巧合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 他的个人情况 后来他们说 我无意中问出了今天的情况 是吗 不是 但是我主要不是为了 让你看张燕影 我让你微微看看 十年前我也年轻过 帅过 不是 看看老娜当时多年轻 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白马王子 白毛衣的王子呢 我也不知道 咱们问这个 则偶观 比如第一 我问你 你喜欢不喜欢 年龄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 我觉得年龄大与小都不是 主要是 我觉得还是缘分 有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会跟之前你的设想会不一样的 真的碰上了有缘分的 觉得很聊得来的 或者很投机的 你都 什么条件都变成不是条件了 你包括 我不是会赢会盗 就好比真的 我相信想知道 你就是 我想了解当代青年 女青年 她的这种婚恋观 就是你比如说 像你说的缘分遇上了 是不是说 她离婚 包括她有孩子 都不是问题 只要这个看着对眼 这是个陷阱 你找到拆我火 是不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 爱情观就跟我唱歌的观点是一样的 只要歌好听 黄建祥的歌 很好听了 2007年的时候 这不是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还是 我对这种八卦不太清楚 那个时候在一起了吗 10年前 都是说他们俩在一起 已经有12年 还是十几年了 还是已经在一起了 但是 这咱就说回来 其实我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所以你们两位都是女性 就是说 她妈妈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 因为所有人都看得明白 你这个就属于 就像人家有篇文章讲的 你写了这个公开信 你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 她就必定要跟她结婚了 你说是不是 她不结 她就成了个笑话 对吧 所以你说她妈妈 她是怎么想的呢 我倒想问一个不同的问题 中国的法律是怎么定的 按照西方 我更对美国的法律熟悉 16岁以后 父母没有权利干涉 这个孩子到哪去了 跟谁在一起 16岁 如果这件事情 假如发生在美国 张亮颖可以反过来 起诉她妈妈 你干涉我的人生自由 我都三十多岁了 我什么时候是独立的人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网上我也查了一下 说是妈妈关心孩子 这我绝对同意 我也想到一个好的故事 旧金山有一个 非常有钱的老移民 就是建铁路这一带的移民 后来家里就比较有钱了 就拥有旧金山 很多很多的资产 家里的宝贝儿子呢 看上了一个台湾姑娘 很喜欢 很有小文青的状态 妈妈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说这个文青这袜子 一支是红的 一支是绿的 就到我们家来见我了 不要 儿子好伤心 最后妈妈又从台湾 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结果非常美满 但是呢 几十年之后 孩子们都大了 都很成功 一家非常美满 非常漂亮 这位台湾太太 也非常精彩 偶尔有一天 跟丈夫坐在一起聊天 说到 她说 我认识你们斯坦福 毕业的一个学生 我一听 我心里咯噔一下 因为我知道 她第一个女朋友 其实她心里没忘 这事还很难说呢 你说不清 我没敢问下去 因为这个家庭 非常幸福 非常漂亮 就你不知道 你干预之后 表面上看着风光 体面 但内心 这个受害人 是孩子 这孩子内心 怎么过来的 真的是 我有一个 就是类似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发生在我们家里的 当然不是我 是我大姨 我大姨 就是说 她比我年纪 可能长很多 上一辈人 她是我所知道的 年纪最大的 一生未婚的女性 就我认识的 但她年轻的时候 就是谈过一次恋爱 当时在上山下乡的时候 然后我姥姥就强烈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上山下乡的时候 在农村 如果你在那接了婚 你就很难再回城了 所以我老就强烈反对 说你不能在那 不然你就真的是 扎根土地了 你再也回不来 你的整个生活状况 你的未来 就完全得不到保证了 就各种闹啊 什么的坚持啊 父母一次相逼的时候 还是对儿女 有很大的杀伤力的 然后呢 就是我大姨 就很听话的回城了 然后回城了之后呢 就一辈子就再也没谈恋爱 也再也没结婚 我想我大姨 当然也可能 现在她这种状态是幸福的 但一定不是我姥姥 当年不让她结婚的时候 我姥姥内心的那个 真正的愿望 我相信我姥姥内心的愿望是 你回城 好好谈个恋爱 好好结个婚 一辈子幸幸福福的 我相信这是我姥姥内心的愿望 但她没有想过 最后我家姨单身一辈子 当然我不觉得单身一辈子 是一件坏事 可是起码不是我外婆 期望中的事 那我们就在想 父母为儿女 说我很爱你 我相信这条路绝对是对的 有这种父母 我们不排除张亮颖的母亲 也不是想 也不想害 就根本不想害她 也不想害冯科 就是觉得你们这样太危险了 妈妈我要英勇的站出来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但是会不会 她英勇的站出来了之后 她又不是上帝 她又不是神 预想出来的结果 可能比她不站出来更糟 对 我就是觉得她是 你觉得她是冲动了 火遮掩了 还是说她还是有理性 因为如果有理性的话 暂时不合逻辑啊 你这么做就毁了一切啊 你自己的目的 也不可能达成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她已经丧失理性了 我觉得在她妈妈 发这份公开信的时候 已经丧失理性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 来呢 咱也不是那个八卦媒体 实际上比谁都八卦 但是我前些年呢 对于聊这个明星的 这个八卦隐私呢 实际还有点小个影 但是曹老师 咱要不说 咱通过一个事啊 就观察社会 我觉得比如说王宝强啊 包括这次这个张亮影啊 我慢慢有点看出来了 什么叫进入了一个明星时代 就今天的社会叫明星社会 就说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你知道最早啊 你有理由讨厌狗仔队 因为它是窃取你的隐私 可是后来你发现情况变了 是自己发公开信啊 对吧 你就家里人自己都弄出来了 引起社会大讨论 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曹老师 我觉得明星社会啊 为什么要聊这个明星 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样板戏 当年你知道江青主导的中国八大样板戏 这就是样板戏啊 因为在这个社会大变动时代 你发现没有 全晃了范了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什么叫道德 什么叫不道德 于是你看明星就负责唱样板戏 然后你会发现咱们聊的哈 他家的事 你还别说 就是你家的事 就 他多少父母亲女儿 你知道这几天给我发 我就发现啊 全是共鸣 全是共鸣 这里边就反映中国的父母亲呢 就跟女儿的婚姻之间 都打到一个什么你死我活的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最后要毁灭 就是能到这样一案 说咱常理讲 再怎么说 都能理解 对吧 就是互相谁都不同意谁 可是最后到你要实在不同意我了 对吧 你跑了 你不管我了 你也别想好 如果到了这程度 你们觉得这是一种什么父爱母爱呢 我觉得其实我倒要给张亮颖的妈妈一个 一个正面的评价 你刚刚说这由社会 社会深度讨论明星八卦的问题 就让我想到 汉代的林烟格工程图 咱们看到工程做什么 我跟着他的有样学样 二十四校 榜样 榜样 今天反过来了 我们看到明星折射到自己家庭的情况 我就一下想到很多很多我周围的人 听到您这个命题 我就想到很多周围的人 我觉得也许从正面看 也许还有好的效果 毕竟血浓于水 妈妈和女儿虽然矛盾很深在年轻的时候 但过了三十几岁 妈妈会和女儿突然走得非常近 有很多情况 而且妈妈和女儿在婚姻问题上闹翻了 最后女儿还是回到妈妈这儿 婚姻幸福也罢 不幸也罢 最后这个妈妈和女儿不会到彻底决裂 举几个例子 在北京就见到 很多所谓的父母眼里的渣男 看上了真正的凤凰 北京出生也好 地位也好 那都是大家闺秀 那父母不愿意 我都参与一两个 还让我旁边盯着烧 不许他们在一起 后来我就劝父母像你说的一样 别加压力 像你刚刚说的罗米欧朱利耶 一加压力就把他们压到一起了 现在是后来是什么呢 结了婚之后 那可是登堂入室 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现在就是全家人跟着 别让别的女孩看上了 反过来了 人家女孩也可能是有眼光 可是年轻拿不定主意 或者是追不上 或者像这种 妈妈的压力 一下把他们压到一起了 回头一想 老妈起了好作用 葳葳你觉得你能理解这个吗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反对 小反对 小反对 他是反对 学长刚才曹老师有讲 说年轻的时候 无论我们跟父母闹得多么凶 年纪大了 其实大家都会彼此体谅 再到一起 毕竟血浓于水 其实我觉得这种观点 其实有点可怕 这是因为血浓于水 无论儿女做什么 父母都应该原谅儿女 无论父母做什么 儿女都应该原谅父母 所以才出现了很多 很讨厌的儿女 和很多很讨厌的父母 因为他们心里都觉得 我们最后总会在一起 这种想法很可怕 我们对外人其实都很有礼貌 我们对陌生人 其实都很讲道理 一轮到我们自己亲人了 我们变得超过讲道理 因为你是我亲人 其实我觉得面对亲人的 这种丧失理性 不利于家庭关系的 现代化处理 就比如说 如果说今天 曹老师你去劝张良颖 因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都会觉得 冯科不是良配 对吧 假设您去劝张良颖 怎么就不是良配了 你当婆家人 就假设 我们认为不是良配 他就劝 然后曹老师劝的时候 肯定不会像他妈妈 那么激烈 说发公开信 或怎么样 肯定是私底下 尽可能的两头说和 没错吧 为什么 因为你把自己当外人 我们今天谈论 张良颖的问题说 我们三个人 其实都小心翼翼 为什么 我们都当外人 可是一旦 在感情 儿女的感情生活中 父母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他觉得 我不论对你做什么事 哪怕我在公众面前 让你出一个大洋向 让你哭着接受采访 你早晚也会原谅我的 其实你 区解了我的意思 我不是说 父母或者家里人 拿这个作为一种 杀手剑来 脅迫 或者是一个条件 反正你不会怎么 我 反正最后咱们是一家 其实到 我觉得当事人 肯定没有这么想过 而是 最后慢慢 当事人很可能 就是你都不在地球上 我恨不得拿刀 杀了你 这种情况也有 走到极端 不能控制 真出现悲剧的也有 但是一旦度过这个危机 慢慢最后走到一起的 我们还是见到很多例子 我不觉得是一种 你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血缘 很难切得断 所以这个里边 才有那么多的这种爱恨情仇 我就觉得 其实这里边说到 就是中国社会很多问题 甚至你也可以说 国与国之间关系 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指 你看中国古代人 就讲一个 我认为现在很多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就是 你做事总有个停在哪 就是知道停在哪 我就觉得现在这个代际之间的 父母 中国传统 许多吧 不能说所有 许多父母和子女之间 就他不知道停在哪 你比如刚才曹老师讲的 我很认同有一点 你就是感觉 很理性的 就是你就发现没有 我曾经觉得 这个道德混乱的世界上 我老喜欢法律 就是反 我喜欢一杆的插到底 就是说这个事 把本质上 不讲谁对谁错 父母也对 子女也对 但是这就像两个国家都对 都认为自己对 最后 互相说服 互相什么 我会想想 到法律这说 他只要成年了 你没有权利干预他 你干预他 你可能涉嫌违法 你看这就是我的一个底 咱就到这了 但是 好多的中国父母亲 我觉得 你看我看到有一篇文章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叫什么 说咱们老是讲 让孩子独立 也许跟孩子独立相比 更需要独立的是中国父母 你知道这 我就想起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为了孩子 真的已经活得没有自我了 于是你回到家里 你就看到他们的眼睛 就看着你 直勾勾的 就是看你 你可做这个了 吃点吧 又可坐那了 或者是学习吧 看会书吧 你又说发会呆 你看你又没事干了 你跟他时刻在盯着 后来你觉得这个可感 也可怜悯 就是说 到最后我觉得什么呢 女儿对他来说就是背叛 你背叛了我 我一辈子 所有的砝码都在你身上 你突然没了 我觉得就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来这种玉碎昆钢 就是 就我们 我们什么都没了 那所以咱就 恐怖主义了 是吧 是文桃 我觉得现在咱们处在一个非常 就是以前也谈过 价值混乱 价值多元的一个时代 刚刚也谈到 一百年前的价值观念 在今天 我们也抓着不放 海外来的新的观念 一切以法律 以理性 也抓着不放 究竟父母和孩子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会理性 我当然也不愿意 我孩子带回来 我不喜欢的女孩子了 可是我知道 最后如果他非常喜欢 我得服从他 因为这是他的生活 因为我在西方待着 因为在西方有一个概念 就是也是很著名的一个说法 孩子是你带来的 但是不是为你而来的 这句话 中国家长没有听过 我就 对我插进一句 可能很多中国家长的考虑 这里边潜在的有个投资吧 我一辈子甭说金钱了 把你养大 包括我自己认为 我所有的感情成本都给 甚至我跟你爹 说不定关系早就不好了 我们为什么不离婚 就为了你啊 我们熬了一辈子 还不关系 结果到最后 你不如我们所愿 你看郎郎和他的父亲 你看红孩儿和托塔里天王 这关系 这种我培养了你 这最后不得不决裂吗 我还给你的血 还给你的肉 是是是 让我独立 对 哪吒是吧 哪吒 不是哪吒 拆骨还父 拆肉还母 是 就到了这种程度 其实呢 中国古训就是 父母怎么打孩子 打死 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 我的孩子 我管教 法律是不容插手的 直到现在还有一点 这个概念 你感觉呢 这个概念 现在在一个法治社会 我们究竟是不是应该 定一个比较明确的 孩子到多大 可以自己做主 父母无权干涉 其实法律上 当然是有这样的规定的 实际上跟西方一样 只不过人家是16岁 我们是18岁 你就完全独立 行使自己的民事 和行使权利的自由 也为自己负上责任 只是 就是说 这个事吧 我们中国人不习惯 用法律的观念去思考 如果张亮颖跟他妈说 我已经30多了 从法律角度 你无权管设 管我的任何行为 他妈指化 他会更生气 说我心情恐怖 把你养大 现在你给我讲法律 是是 就中国父母 你能跟他讲这一套 你跟中国父母讲法律 这个可行性非常低 你就像我就说 为什么今天国际社会 他有恐怖主义 就是因为咱别讲道德 也别讲法律 到了最后 这一出 就是 民不畏死 我真见过那有的父母 你呀 你让老娘上吊 你要嫁给他 你嫁给他 我死给你看 这个时候 你说什么法律管用 什么法律都不管用 他就是 咱们去眼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威威 你看你作为女儿 这个婚姻路上也是坎坷 我们假设 你父母很开明 我知道 就是说 假设你碰见这么一个妈 就要跟你往死里磕 你怎么办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说 这怎么办 那也就只能断绝关系了吧 你断绝关系 他要死给你看 你断绝关系 他要给你像这个 给你发公开信 给你全社会闹 你也是一知名人士 就把你彻底搞 搞到搞臭 你怎么办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你敢跟父母 断绝关系 他就不敢发公开信 因为他都逻辑上 不是你的父母了 其实父母跟儿女 到最极端的斗争上 咱们说句实在话 比的是谁狠 比的是谁狠 对 谁更不在意这段关系 你知道吗 一个会发公开信 谴责自己的女儿 和她的伴侣的 这样的一个母亲 她已经没有那么在意 母女关系了 她已经没那么在意 她女儿对她的看法了 你想过吗 一个真正在意 女儿对自己看法 是不是真的爱的妈妈 会做到这么极端吗 不会的 我觉得 我插一句 我觉得可能还是 她妈妈这个成长年代的问题 以前动不动 就找领导 找单位 现在没有单位和领导 去找了 于是就发公开信 找社会 他们那代人的习惯模式 她就是找一个力量 找一个外在力量 把这件事情 这个杠杆不在她这边了 她倾斜了 倾斜的厉害 我理解她 这是她最后的救济手段 我能理解 但是我只是说 当你用社会的力量 去救济你们一段 私人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没有那么在意 私人的关系了 我可以把这件事情 说的广一点 比如说夫妻离婚的时候 愿意私下协调 或走法律途径的 彼此之间还会有一点感情 而跑到对方单位去 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只要跟我离 我让你身败名裂 这辈子都不活的 往往是不爱对方了 她只是爱这一段 自己的爱而已 但是你像人家妈妈 说的也可怜 就是说 女儿 哪怕我为了让你将来不后悔 我宁愿让你今天恨我 这是她的心理依据 可能她觉得她还是出于爱 我觉得她是 因为这个法律和人情 这事情 咱们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的做法 它都不一样 它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 即便是在国外 我也看过一个 叫女法官 Judie 她就是判母子的关系 最后她就用人情 根本没有法律依据了 她带你大 你得管她 这就叫清关南断家屋式 是非常复杂 所以说 我说你看 这是样本戏吧 一出结一出 咱就进入这个时代了 就拿他们做模板 去参考 选择 对吧 我们的生活 对 分边站 我是这边 我是那边 很多父母支持 她们 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我只能说 一段胁迫而来的决定 和一段胁迫而来的关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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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